上午在 北极村的这个州上面 中国的最北 这个州 北极州公园 转了一圈 上午转了一大圈 就准备出发了 下午就往那个北红村去 在网上查了 北极村 不算最北 最北的应该是北红村 但那边的话不是 不是一个旅游景点 是一个没有开发的 一个村 今天下午我们就过去看一下 就顺着那个边境公路 我们就往东走 就往中国的最东边 黑虾子岛 辽宁福远那边 往那边走 我们出入景区了 花了六四八块钱 在这里待了一晚上 现在往不要钱的地方走 北红村 是我们今天下午的末点地 走这个末百公路 过来 这条路应该是 最好 最好的路了 所以早两天 庚河到墨河的那条路 这简直是能够飞到天上去的 是机场路 先住90 先住90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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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 顺着这条路 然后在这个小站这里拐弯 我们就往北红城走了 这条路又是冰黄红俄路 走这边去 我们到了北红村 对面就是俄罗斯 按道理说这边是 才是最北边 这里才是最北 我们中午时分 到达北红村 全部 全部